本地投资者不久后将能投资一系列 针对亚洲与新兴市场的多元资产产品 这是新加坡交易所和全球指数供应商 富时罗素扩大合作伙伴关系后 首次推出新产品 新加坡交易所说 新产品涵盖固定入息 挂牌房地产和货币等领域 让投资者有更多的投资选择 交易所将发挥它在亚洲衍生产品方面的实力 首先推出和亚洲与新兴市场有关的产品 但不排除未来在其他地区也推出这类产品 新加坡交易所早前因减少同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合作 推出股票指数期货和期权合同 引发市场担忧交易所的盈利将受到冲击